各位早晨,今天是2022年1月20號 我想先看看整體大市的表現 其實隔晚見到美股都做得一般 美股頭這三個指數,這堆指數都是美股 見到昨天的Dial Jones跌了三百多點,跌幅了百分之一 其實是有雙腳的跌幅 NASDAQ也是出現一個先升後跌的 年初至今,NASDAQ也跌了百分之一 高位跌幅也是超過十百分之一 理論上也進入了一個技術調整 這方面要留意著,也跌穿了一些重要的平均線 看看短期內可不可以上去 即是它和標本八指數都分別是失守了一些重要的平均線 這個情況我想要留意著 還有它裡面一些比較小的成分股 其實它們的表現是特別差的 相對港股做得好些 你看到港股在年初至今升了三百分之一 但是港股是否可以扭轉去年下半年的走勢呢? 這個我會覺得仍然有需要去觀察 值得留意的消息 其實我想就看回CBS的報道 有六成半的受訪者說 拜登政府是對物價上升的情況造成的負擔 它的關注不是很足夠的 美國的CPI其實也很厲害 這個大家都知道 看看這些數據是否足以反映實際的情況 這個我覺得是令人關注的 因為你看回一些包括能源價格 例如原油價格其實創出了七年以來的新高 因為你看到國際能源處的預測 現在對原油的需求是會回到疫情爆發之前的水平 但是那個產出的人坦白說不夠 還有物流也是瘦了的 這些情況也會造成能源價格持續向上的 這方面就要持續留意著 其實拜登也預計 俄羅斯有機會進入烏克蘭 這是地緣政治情況的緊張局勢 有機會在下個月左右 可能一個月左右 即是慢慢盛運市場 你關注這些情況之下 能源價格會升 股市有機會跌 這個我想要留意著 會比較波動一點點 另一樣就是Omicron Omicron就是變種病毒 大家都是關注疫情對整體經濟 以至股市的影響 但是財長耶倫就 派定心院就說應該不會導致經濟復甦脫軌 事實上Omicron的死亡率不是太高的 這方面也是令到投資市場 不是太過擔心的 好那我們就看看其他的消息 其他消息我覺得值得關注的 兩樣主要是關注港股的 主要有兩樣的消息 第一就是現在內房 好像有些放鬆的措施 那是不是反映那個內房 即是有運行的內房 可以看好一點呢 短線你說要播客反彈 炒一下波幅 其實沒有問題 但是問題是 現在有利的消息就是說 中央政府是考慮放鬆 針對房地產開發商 動用商品房預售資金 監管帳戶的部分限制 現在的情況 一些內房股 其實他們或內房企業 他們本身去賣樓的時候 預售樓花的時候 收到一些錢 但是呢 那些錢就要放在一個銀行戶口裡面 銀行戶口呢 就是受地方政府監管的 那他們可不可以 即是隨便拿來用 其實是不行的 那麼 也都只能夠分歧 每個地方不同 但大致上都是可能分歧 給一些建築商 但是這個對他整個集團的現金樓 沒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那麼如果你放封這些限制 有一個擔心的 就是他們會不會 割走這些錢 因為他們現在如果 面對一個資金樓的問題 其實有動機去割走這些錢 那麼這方面 其實也要留意著 那麼另外呢 有消息說 中國奧元就拒絕了支付 2022年1月票據 餘下的本息 那麼另外呢 兩期的票據 也都會有機會出現一個違約的 這方面就好像似乎反映 你整個的政策可能有改變 但是遠水未必真的救到近火 你很多的內房企業 其實他們面對一個 相對比較水深火熱的狀況 那麼另外就 我們見到就 然後 科網股 科網股其實有些是監管的消息 就是來到 早前的科網股好像是 即是求返運 但是近來其實會不會 都是因為這些消息而走得差一點呢 我想大家都要留意著 那麼路透報道 這個中國網信辦 規定任何平台用戶超過一億 或者營收超過一百億人民幣公司 在投資創新公司的時候 需要作出一些前置審批 前置審批就是說 要被網信辦批了才可以做一些交易 這些交易包括 他們可能拿一些錢去審批一些初創企業那裡 那麼這些創新企業是大集團 這些最流行的了 阿里巴巴、騰訊 其實也做很多這些項目 那麼 但是你如果這些是要前置審批 你可以想像 他們有機會去做一些爆發性投資的東西 會少了的 那麼 例如騰訊其實在很早期已經是 就是入股了美團 京東 其實這些都令到他賺錢的 但是這些如果受到限制的話 那你怎麼樣會還有美團 還有京東 那麼這方面是令人憂慮的 那麼 另外 彭博也引述消息說 Bidance 只是解散他的內部風險投資 及投資團隊 這樣說 Bidance 即是字字跳動 字字跳動就是抖音的母公司 他們一向都是好像騰訊那樣的 就有一些相關的投資 如果這些投資是受到限制 其實是會有一個很 就是 疾愛了他的增長的空間 那 我想看看廣股的圖表 如果你說 整體廣股的狀況 現在是不是一個很帥仔 或者是一個很值得投資的時候 我會覺得是比較有少少 是令人憂慮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如果你現在就去 入行指 即是那個港股 其實那個面對的風險 相對會比較大些 我們開圖表看看先 好 這個就是恆子的日線圖 來的 看方人士 恆子日線圖 其實雖然連續幾天 連續六天 已經是站在五十天線上 但是你看到 出現了三大支的陰燭 那當然了 你說成交是不是特別活躍 那個觀點很嚴重 暫時還不是 但是你說 是不是一個很明顯的上升動力 或者現在是一個整股的形態呢 我覺得都不太遲 上方的一百天線其實也是壓得挺實的 年初至今恆子已經升了3% 但是大家會知道 去年恆子的走勢是怎樣的 你不用看百分比 你看一個圖表 只要你看到 其實都明顯是下降通道是幾幾幾 不用劃線都看到的 那麼 你今年出現一些的反彈 其實理論上是相對比較合理的 所以一百天線其實 那個阻力是很大的 還有就是現在都在挖近 那個火力加通道頂 就是好像之前所說 兩萬三千五百點的水平 這樣的情況 我想就 不是等於那個指數 近日有些的反彈 就等於它是可以做得好些 或者是可以看得比較進取 現在入市的風險仍然是比較大些 所以就 會覺得 好像日前所說 就看得短些 會比較好些 那麼那個市況 那麼就 嗯 等一下 這個就是恒指的 五分鐘圖 我們看五分鐘圖 五分鐘圖 你看到呢 其實 昨天去到下午的時候 它好像回到穩定 但是又沒有什麼趨勢 所以 每天好像 兩萬四至兩萬四千五左右 或者是兩萬四千四左右這些水平 其實已經是局限了它的波幅 去到這些位置 隨時去做一些操作 會比較穩健一點 還有在下午收市之前 就最好買一買單 算一算 無論是期指也好 或者是做一些偶控症的操作也好 偶控症更甚 因為衍生工具 其實你去到 兩萬四千點的時候 其實 就是去到四點鐘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會有一個 或者是 你之後就做不到操作了 那麼你變了一些風險會比較大一點 好 就 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先 那麼下個星期我們再談過了